新华社大马社格,1月18日电,据叙利亚通讯社18日报道,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当天在叙东部戴尔族尔省,实施空袭行动,造成20名平民死亡。 旭通讯人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,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,当天对戴尔族尔省东部巴古兹实施空袭,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0名平民,在空袭中死亡。 另据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消息,国际联盟战机,自18日早晨起,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位于戴尔族尔省东部的最后据点发起空袭。 当地被围困的伊斯兰国残疑分子,试图寻找突破口,然后逃往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。 近期,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,对伊斯兰国,在续东部诱发拉底河东岸地区控制的最后地盘,发动新一轮攻势。 为支持其地面军事行动,国际联盟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空袭力度。 2014年8月,美国开始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。 并于当年9月,将空袭范围扩大至续境内。 同月,美国发起组建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。 续政府认为,此举未经阿里会授权,并指责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,造成大量平民死伤。 原标题,建航三大洲祖国在心中,由长春舰、荆州舰、长湖舰组成的海军远航访问编对航行是意图。 制图,互说,军舰是流动的国土,海军是唯一可以跨越国界,代表国家以世界海洋为舞台的国际军种。 海军的国际交往,是国家国力和军威的体现。 三万多海里蓝色航迹,航经两大洋三大洲。 一年前,由长春舰、荆州舰、长湖舰组成的海军远航访问编队,沿着正和七下西洋的航迹。 历时176天,先后对菲律宾、越南、伊朗、阿曼、吉布提等亚非欧二十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。 记者随舰艇编队一路航行,一路波洒和平与友谊,一路见证祖国和军队的强大。 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,感悟一名中国海军军人的使命。 走出国门,更加读懂祖国。 大海添水一色,中国海军编队战舰破浪全行,沿着明朝航海家正和开辟的友谊之路。 跨过黄水,越过绿水,驶向蓝水,走向世界。 走出国门看祖国。 海军官兵目睹了一个个令人终身难忘的感人场景,以八十岁高龄的怀疑老人马玉珍。 得知中国海军军舰访问意大利的消息后,早早来到码头。 在家人搀扶下,登上长春舰参观。 仰望舰围顶上飘扬着的旗帜。 他揉了一下眼角,灭着阳光仔细端详。 问他身边的儿子,那是什么旗。 儿子大声告诉他,五星红旗。 老人仰手张开五指,颤抖着笔画了好几下。 激动地对接待他的中国水兵说,我们一直盼望你们来。 今天终于把你们派来了。 站在自己国家的军舰上,看到五星红旗。 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呀。 我最大的骄傲,就是我是中国人。 马来西亚76岁的华侨林玉堂先生,踏上军舰显得特别激动。 他说,踏上神圣的流动国土,看到祖国的海军这么强大。 从心底里感到很高兴。 无论走到哪里,我们的根永远在中国。 无论生活在何处,我们的心永远连着华夏。 编队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那天。 数百人冒着大雨,赶到码头欢迎编队,并参观军舰。 在伊斯坦布尔做生意的华人由忠义和妻子关了店门。 带着双胞胎女儿,冒雨一一大早便赶到码头。 就是为了让女儿看看祖国的军舰。 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。 许多外国民众,也在留言簿上千字留念。 沙特阿拉伯吉达港工作人员埃弗塔说,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。 两千多年前,我们的先辈就见证过中沙频繁的商贸往来。 这是我第三次见到中国军舰了。 我还希望有更多次机会。 走出国门看祖国。 编队官兵看到。 中国原建的重大工程,成为多地标志性建筑。 中国制造白上品牌专柜,成为热购商品。 高铁给一些国家带来了中国速度, 孔子学院汉语热在许多国家蓬勃兴起。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渴望倾听中国。 如此渴望走进中国。 如此渴望握手中国。 今日,中国正前所未有的走进世界舞台中心。 走出国门看祖国。 我们从时空坐标上。 对比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。 感悟中国为什么能在改革开放短短40年来。 一夜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制造业第一大国,货物贸易第一大国。 由衷感到中国共产党好,伟大祖国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。 更加坚定了风景这边独好的自信心和自豪感。 有人说,不出国不知道外国。 不出国其实也不知道中国。 在一国他乡。 在世界各地。 从码头整齐列队的华人华侨,挥着五星红旗高唱的国歌声中。 海军官兵读懂了中国军人的责任和使命。 从一国民众羡慕的眼神中。 看到了祖国和平发展的影响。 感受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。 中国好。 世界才更好。 年历史长河速流而上。 年更万里的古海上丝绸之路。 留下无数宝贵遗产。 赋予后人深刻启迪。 新的历史时期。 习主席建网之来。 向世界发出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倡议。 勾勒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蓝图。 思路星。 中国星。 世界星。 一路远航。 人县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。 广泛认同和支持。 成为各方合作共赢。 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。 认为这是中国将自身发展同全球发展结合起来。 携手共进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光明之路。 发展之路。 和平之路。 一路远航。 21世纪。 海上丝绸之路上。 众多工业园区、港口在中资企业的建设、投资和运营下跋地而起。 犹如一颗颗海上明珠意义生辉。 各类丝绸之路文化年、旅游年等人文合作项目精彩分成。 政策沟通、设施交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正逐步实现。 到访马来西亚槟城时。 中国港湾集团正在承建马来西亚第二快海大桥。 这是东南亚最长的快海大桥。 槟城州首席部长林冠英说,有了这座桥。 槟城州就可以有更大的梦。 一带一路倡议。 促进了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。 加强了不同文明交流互建。 促进了世界和平发展。 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。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。 中国投资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, 被斯里兰卡人民寄予厚望。 希望它成为印度洋上的浦东、伊朗阿巴斯。 参加编队甲板招待会的伊朗海军军官说, 我们不会忘记中国为推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, 达成发挥的建设性作用。 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有目共睹。 希腊亚点。 我们靠拨的比雷埃夫斯港, 在中国帮助下, 打造成了地中海地区重要的集中箱中转港, 海陆连运桥投保, 国际物流分波中心。 马拉松市市长普希纳基斯说, 中西分别是东西方文明古国。 习主席希望通过一代, 一路把两个文明连在一起。 我们都非常赞成。 我们还看到, 土耳其亚欧高铁项目和中间走廊, 越南两廊一圈, 中巴经济走廊, 梦中一年经济走廊, 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, 欧洲荣克计划等, 从一带一路一一实现对接。 中国人民在追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, 也促进各国共同发展。 世界好。 中国才能好。 中国好。 世界才更好。 走向大洋。 彰显自信。 更彰显担当。 走出国门需要自信。 更需要实力。